《英相思紀言》就黎智英案表態 門天過海獨港大六女生罪成遭遣犯 重回最自由經濟體港評分急跌遭警告 《乾淨世界》和YouTube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黎文 今天是10月18日 星期五 英國外相林德偉於10月18日至19日 對中國大陸進行正式訪問 出行前夕英國首相施紀言 在國會質詢環節中首次開項 促請港府立即釋放黎智英 保守黨黨魁上街首相新衛城 16日在每週禮行首相質詢環節 連犯罪問中國相關議題 包括在香港被籌接近4年的 英國公民黎智英 新衛城問及 黎智英被監禁案例是否出於政治動機的檢控 並反映中共違反了1984年的《眾英聯合聲明》 施紀言同意新衛城的觀點 認為黎智英案是政治案件 並回應說 這個案件是政府的優先事項 我們呼籲香港當局 立即釋放我們的英國國民 外交大臣在同中國外長的第一次回覆中 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們將繼續這樣做 這是施紀言上任後首次公開就黎智英案表態 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 向英國傳媒表示 感激施紀言的言論 但她同時表示 父親快要77歲了 被單獨監禁在高度撤房的監獄近4年 估計健康情況已經惡化了很多 呼籲首相將言論付諸行動 拯救黎智英的性命 另外 新委成在質詢會上 形容北京近日在台灣海峽 進行的軍演系 無理 具侵犯性和恐嚇性 追問施紀言能否確認外相訪華時 會譴責中共在台海地區的危險升級行為 施紀言沒有正面回應 但就批評 台海持續的軍事活動 不利於和平穩定 強調台海穩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英國外相林德偉這次訪中 是工黨政府上台後 訪問中國大陸的最高級別官員 英方已經明確表示 這次訪問自在重置 和北京的關係 貿易和投資將成為核心議題 但國會內外都有強烈聲音 要求他就人權議題 和中方交涉 據英國衛報報導 多名被北京制裁的英國議員 日前虛信外相林德偉 要求他向中方提出黎智英等政治反押案件 以及新疆維吾爾族群體受打壓的情況 並呼籲他對北京 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表達 深切關注 另外 香港監察、英國國公民及人權組織等23個組織聯署 敦促林德偉對23條 中共不承認BNO護照、黎智英案等問題表達關切 聯署強調 林德偉應向中共政府發出 明確已有力的信息 侵犯人權是要付出代價的 一名大陸女子涉向港大 以假學歷報讀金融碩士課程 17日於東區裁判法院承認為取得入境證 而安排造出虛假殘述罪 被判囚17週 裁判官形容案件性質嚴重 法院要向公眾傳達信息 任何人不能上司門天過海 安晴子 被告吳姓女生24歲 前年9月以美國康乃爾大學數學學士成績表 同畢業證書報讀港大金融碩士 於去年獲港大六取 另外 他向入境處申報 在2016年至2020年就讀康乃爾大學 獲准以學生身份留港一年 港大今年3月收到投訴 只有學生用假學歷報讀港大食事課程 經內部調查發現被告涉事 隨後在今年6月將案件轉交警方 並終止被告學籍 辯方求情時透露 被告是家中讀女 從上海參達大學畢業 其父母從事貿易生意 希望被告來港讀書 於是透過中介機構安排入學 雖然父母沒有主動要求中介 製作假學歷文件 但被告默許簽署中介提供的 假學歷文件犯下大錯 須負上沉重代價 父母亦均敢內疚 裁判官指案件性質嚴重 判交無可避免 以27週為量刑起點 考慮被告認罪及被告背景減到17週 由於被告今年6月22日起已被還押 尿即日獲釋並遣返大陸 今年5月 中國大陸社交平台小紅書 盛存有人利用假學歷 成功入讀港大京管學學院 該院院長蔡紅斌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時確認 調查後發現涉及 約有30多名中國籍學生 以虛假海外學歷報讀 預計最終或虧80至100名學生 學歷造假 除了港大之外 香港中文大學 理工大學等多家學校 都曾發現類似個案 而香港01日前 刊文在見 現時本地一家名為 中港升學中心的 留學中介 仍聲稱可提供造假學歷服務 基本收費是45萬元 花190萬元人民幣 約209萬港元就能入讀港大 加拿大智庫非沙研究所發出的最新報告指 香港以0.03分美約優勢 超越新加坡 重拾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 不過報告指 香港評分持續4年下滑 且跌勢慎急 要繼續對香港經濟和自由度下跌的跡象 敲起警鐘 非沙研究所16日發表 世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 按5個範疇為165個經濟體進行評分 以10分為滿分 結果 香港以8.58分 名列第一 其後依次是新加坡8.55分 瑞士8.43分 紐西蘭8.39分 美國8.09分 而中國大陸則排名第104位 2021年疫情後 經濟自由評分下跌是全球的現象 但香港的跌幅明顯 更加急距 由2018年的9.05分 急劇下跌至2022年的8.58分 研究所警告 除了總分急跌下跌 香港在衡量個人 公民和經濟等自由的人類自由指數方面 亦從2010年的第三位跌至2021年的第46位 需為其下跌趨勢繼續發出警號 另外 去年的報告中 香港以8.55分 0.01分落後 政府發言人 嚴遲反駁報告中 批評北京軍事干預香港法治 削弱司法獨立和法院公正性信心的論述 稱毫無事實根據 由此報告質疑 《國安法令結論的公正性成疑》 而今年港府態度好得多 稱相關排名充分反映 香港優勢獲國際認同 對於年報中的對香港自由方面的警告 僅回應稱憲法和基本法保障 香港居民權利自由 希望日後評估可以充分反映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訂閱